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教你如何避免被情人劈腿 我相信非常多的人都很討厭劈腿的人 老實說我也沒有很喜歡 很多人都會說劈腿就是錯 劈腿的人去死啦 哼 身為年輕時常被劈腿的老司機 我來帶你進入被劈腿的世界領域吧 好啦我知道你不想進入 聽一下啦聽一下啦 不要關掉來來來來來 這邊請 其實劈腿大部分情況是雙方都有問題 不能說劈腿就一定有問題 被劈腿的人也要有責任 因為通常被劈腿前會有徵兆 只是看你要去處理還是擺爛 那要怎麼避免被劈腿呢 其實會被劈腿通常會有幾種情況 第一種是你們感情其實有問題常吵架 可是雙方一直都不敢去面對這些問題 第二種是你們沒辦法維繫感情 第三種就是會劈腿的那個人 他本來就是愛劈腿屬性 很容易遇到新的喜歡的就對原本的現任擺爛 對感情沒有責任感 我先說第一種 你們常吵架 你們遇到問題都不會去解決 把他放在那邊 以為事情過了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 事情過了問題沒解決 他就是不會好 他會像是傷口發炎慢慢潰爛 甚至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別知 怎麼瞬間話題有點噁心 簡單來說就是 當你發現有徵兆出現 也許在一起的時候 你粉紅泡泡一直出現 所以看不到你們會爭吵的東西 但是當你粉紅泡泡過去之後 也許會慢慢看到對方的缺點 你不習慣的東西 那這時候要去溝通試著解決 去抓到你們之間相處的平衡值 我先說這是溝通 不是吵架 當你溝通就是有一種 我就是要比你強 你要輸我 你剛剛那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我只是隨口說說 我說你剛剛那是什麼意思啊 小雜夢 這是吵架 這不是溝通 可以大概是說 你剛剛那樣說 我蠻受傷的 是怎麼了 你今天上班 遇到不太好的事情嗎 我覺得我們可以試著聊一下 對啊你才知道 遇到一個客人他對我 還有你都沒發現 我今天要給你一點 sadbees 我穿性感內衣 你都無動於衷 之類的 之類的 去溝通找到癥結點 去解決那個問題 一點點小爭吵 或是有問題 都不能讓他放著 假如一直都有一個癥結點 你們一直因為那件事情 爭吵 又或是沒事就會吵一下 溝通了好幾次還是一樣 都沒有改善 那麼可能 你們不適合 這時候就要看你自己 決定要不要分開 假如不分開 會有很大的情況 會變成 你最後被劈腿 我年輕時對感情相處 還不夠純熟 而知道 被劈腿大部分是這樣子 很多人會選擇把問題放在那邊 爛到不能再爛 最後出現一個第三者的出現 像是快被淹死 抓到伏木 就不小心劈腿了 劈腿的人 他本身會有很大的罪惡感 因為他夾在兩個人中間 這樣的感情終究會分手 但是需要時間 所以不要以為你們之間的問題不是問題 小問題都可能會變成大問題 有遇到問題去嘗試溝通解決 一直解決不了 一直爭吵的話 代表也許不適合 可以勇敢的分手 不然最後被劈腿下場也是分手 第二種情況是 感情很難維持 這通常是遠距離會遇到的問題 又或是很少見面的情侶會遇到的問題 我很少去講遠距離 是因為很難維持 很難追求 當對方需要你的溫暖的時候 你無法給予對方溫暖 對方假如不夠成熟獨立 在需要你的時候 你沒有出現 可是另外一個地方 卻有人可以充當你的位置 那麼你很容易會被取代 那要怎麼避免這種情況 假如遠距離也不到抱怨 也許搭個車 一兩個小時的距離 一個禮拜還是見一次吧 感情維持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見一次是基本 見面之後要讓每次見面 都是高質量的互動 就是真的互動 開心有趣放鬆好玩 而不是像例行公事 為什麼我要說是成熟獨立 是因為 雙方不會因為匱乏 幼稚去做吃醋的行為 或是想要去控制對方 這些行為會消磨感情 尤其是在雙方都不能見的情況 又做這樣的行為 你就是一直把你們的感情 往火堆裡送啊 欸 感情 欸 那邊有火 追過去 嘿 哼 第三種就是 對方就是會劈腿的人 對方他不是因為上述的情況 而是他就是喜新厭舊 他就是遇到新的對象 就會把舊的對象放一邊 享受被人寵愛 喜歡 崇拜的感覺 對感情沒有責任感 只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 傷害人也無所謂 大部分人討厭的就是這種人 我也討厭這種人 超討厭 我遇到這種人我真的會拿刀 頂著他的脖子說 你很會劈腿嘛 來劈啊 再劈啊 腳再開一點啊 給我劈360度 挑戰人體極限啊 好像有點痛 我劈腿115度就有點痛了 真的應該多拉拉筋了 其實這種不是說在一起再去處理 因為在一起你已經來不及了 在一起的話 你就等著被傷害吧 而是在一起前 你就可以觀察得出來的 在一起前你發現 他其實很需要別人認同自己 常常互動中展現出來 是需要很多人關注自己 不是像我是YouTuber 需要別人訂閱的關注 而是他會故意去跟別人曖昧 跟你說 再去看你反應之類的 或是互動中 不時的會看到他收別人禮物 或是跟你互動 你會發現 他需要你認可自己 而且他不只需要你認可 他需要很多硬性認可自己 或是很明顯你感覺得出來 他把自己假裝成某個很好的形象的人 例如主動幫你整理 廁所、房間、摺衣服 你們關係甚至什麼都還沒開始 約會過一次而已 那麼你就得小心了 我不會說這樣的人 就一定是熱愛劈腿的人 可是算是高機率的人 因為他們善於偽裝 在在一起前你就要觀察得出來 能避免就盡量避免 因為在一起後幾個月 你被換掉機率很大 不過其實也很難觀察出來啊 因為這樣的人都很會假裝 沒有長時間很難看出破綻 不過真的遇到 就算你衰 抽到頭獎 真的遇到就當做學一次經驗吧 不過每次遇到的都是這樣的人 那... 你要思考你可能也有問題哦 總結 會被劈腿大概有三個方向 第一種 遇到問題放在那邊擺爛不處理 第二種 感情很難維繫的遠距離 第三種 對方天生就喜心厭旧 分別是遇到問題溝通解決問題 就算遠距離 還是要維繫感情 第三種 遇到而且在一起了 那就... 你命真的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繼續來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加訂閱還有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可以收到我最近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那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